可以看到这个生产窝点内环境脏乱不堪 随地摆满了各种来路不明的半成品和原料 据嫌疑人段某交代 这里就是所谓美容院高端化妆品的加工地 办案人员告诉记者 这个生产窝点一共有三层 除了一层的半成品加工车间之外 二层还有一个罐装车间 原来段某在向下线提供非法添加半成品的同时 还会自行贯装各种成品化妆品对外销售 最终警方成功捣毁了这个非法化妆品销售网络的源头 抓获以段某李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14人 查扣氯化氨机构化工原料100余公斤 伪裂化妆品原料等共计7.5吨 涉及十多个品牌上百种产品 在星化市公安局记者看到 被扣押的非法化妆品 装满了整个物证仓库 其中紧面双类化妆品 就有中药世家 严世信 李氏中药 百草堂等多个品牌 办案人员告诉记者 这些外包装看上去截然不同的化妆品 内容物实际上都出自同一种半成品 像这三个桶 里面都是半成品 都是我们从广州一年公司扣押过来的 据犯罪嫌疑人李某交代 这个三种产品 分别他称作一号双 二号双和三号双 像我们之前介绍的所有的产品 都是这三种双冠状而成的 里面都家有氨机绿化孔 办案人员告诉记者 他们先后对扣押的上百批化妆品进行了送检 结果显示 这些化妆品中的拱含量 分别为2193毫克每千克 到17927毫克每千克 最高超标1万多倍 从我们检测的结果来看 它有的拱含量超标1000倍 2000倍 有的超标上万倍